你们说这两个粒的合力方向应该像什么方向 肯定是竖直向上的 为什么呀 因为它们两个是唯一有水平方向的粒吧 所以它们在水平方向上是不是应该是相互能够抵消掉的 所以是不是只剩下一个竖直向上的分量 这是一种理解方式 然后还有可以怎么理解呢 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粒做成合力之后 假如方向不是向上的 如果是斜向上的 它是不是就会加速或者减速运动了 因为这样水平方向的总的粒是不平衡的 因为所有其他粒只能提供竖直向上或者向下的粒 对不对 然后大家既然能判断出这两个粒的合力是向上的 那你说其他粒的合力是什么 其他粒合力向哪个方向 是不是向下 因为其他粒的合力一样和这两个粒的合力能够大相当方向反 然后咱们再看最后的粒提石 两根绳子掉着一个物体 增大两根绳子之间的这个夹角物体保持静止 拉力的合力要怎么样 保持不变吗 因为拉力的合力必须要和重力相当 那么但是拉绳子这个粒 拉绳子这个粒 这个地方有一道体积 大家可以现在这样考虑一下 还是有点小意思 现在告诉你啊 绳子的总长度是L 大家记好这个题目啊 绳子的总长度是L 然后呢 AC之间的距离是二分之一L 然后再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条件 这个方面上面啊 放了一个光滑的轻滑轮 轻滑轮下面挂了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然后现在问大家的是绳子里面的拉力是多大 绳子中的拉力是多大 大家看一下这个题啊 说看似好像少条件一样 但其实这个题是不少条件的 有散传的吗 还没算出来 绳子的总长度是L 然后这是一个动滑轮 是一个轻的标准的动滑轮 轻什么意思啊 没有质量 就光看着 多少 题中是不是只给了一个带数的条件 二分之一吧 其他的是不是都都相当于是符号 对吧 那二分之一提示我们这是啥 这二分之一是哪来的 它会得出于什么东西来 三十度角 东西能看出三十度角了吗 我画图是不是故意给你画歪的 非常好 大家要这样来看啊 首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事情啊 对于这样一个滑轮来讲 滑轮两端的绳子是不是一定要处在一个对称的角度上 如果他们不对称的话 他们是不是水平方向是不是就不平衡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绳子里面的力 是不是一定要大小相等啊 对吧 咱们初中都学过吧 绳子里面一根绳子这么里这样的道拉力 是不是应该他俩是大小相等的 那他俩大小相等的话 他俩又都偏 说明偏的这个角度C的一 一定等于这边偏的角度C的二 这个C的一既然等于C的二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地方 这一段长度 是不是就是这一段长度乘以sinC的二 这一段长度 是不是就是这一段长度乘以sinC的一 那么两者相加是不是就等于AC 是等于这段长加这段长乘以sinC的 而这段长加这段长 是不是就是总长L L乘以sinC的等于二分之一的L 说明sinC的等于二分之一 说明θ等于30度吧 θ既然是30度角了 你说一个这样的拉力梯 一个这样的拉力梯 它们和竖直方向夹角就是30度 它们的合力是不是应该和重力去抵消啊 那你说它们各自的大小是多少 告诉我这是多少度角 120度 根据三边的关系 t等于多少 三分之根号三吧 是不是大家可以口算出来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让你背这些结论了吧 这就是三分之根号三Mg 听明白吗 你们这个是Mg嘛 这就是三分之根号三 然后咱们稍微休息五分钟 回过头来继续来研究力的分解 那么大家接下来啊 我们已经把力的合成是不是搞定了 那么大家明白力的合成的原理是什么 是不是叫做力的作用效果相同 然后并且是力是矢量 所以是可以随便加的 对不对 然后既然可以随便加 是不是 咱们还记得数学家的那个所谓方式吧 是不是 我反过来再想的话 这个是不是可以减 然后这个减 我把它转化成一种加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理解了矢量的加和减之后 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更多的是用力的分解 为什么要用力的分解呢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力的这个状态可能是过于复杂 那么对于过于复杂的力 我们压根都把它归纳成 X和Y两个方向的力量处理 这样的话反而会变得问题非常简单 那么分解的时候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不是就是正交分解 那么有关于非正交分解的这个内容呢 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教材上 它也是一道习题 就是力的非正交分解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们有时间 可能就跟大家捣鼓两句 如果没时间的话也就算了 因为非正交分解 有用吗 有用 但是没有那么的有用啊 所以咱们重点的来学习正交分解 那么对于一个平面直角二维的这么一个坐标系的话 我们要想对一个力F进行正交分解 首先第一步是不是要把这个F平移到 F的开始点和坐标的圆点重合 重合之后 大家想这个F的水平方向的效果 我应该怎么去看 就从这个F的结束点 做一个垂线 它像Y轴是不是也要做垂线 做两个垂线之后 是不是分别得到两个垂足 那么从圆点到垂足 所画的这两个矢量 就是这个力的水平方向分量和数值方向分量 我们分别把它叫做Fx和Fy 如果假如题目告诉你们 这个地方的角度是θ角 那么很显然Fx和F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是它等于F乘以cosθ 然后这个是不是等于F乘以sinθ 这非常好 我要求大家对于这些力的分量 应该是会做到瞬间反应的 这个cos和sin 在这个地方再反复的重新强调一下 它做题的步骤 我们在分解的时候的步骤 第一步是平移 平移到我们建立好的足标系的圆点处 平移使得矢量的开始点 与圆点重合 然后第二条 有了这个平移之后 是不是从结束点 从矢量的结束点 向两轴做垂线 第三步 就是从圆点 到垂足间 连出来 这就是分立了 对不对 然后分立的大小再往下 就是靠三角函数去求解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水平和数值这两个方向 但是很多情况下 这个力 是不是不见得是水平方向的力 是我们关心的最多的 是不是很有可能是沿着斜面的方向 我们关注的也比较多 所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个斜面 如果这个图所示 固定在地面上的一个斜面 它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θ角 那么在这种处理问题的时候 假如说告诉你上面放了一个物体块 放了这个物体块之后 我们要也研究它的受理情况 是不是我们也要建立一个二维平面直角做个系 只不过这回建立足道系 我的X轴和Y轴的选取 是不是要满足一个不太一样的观象 这回是不是叫沿斜面向下的方向 我取作X的正方向 垂直于斜面向上的方向 我们把它取作Y轴的正方向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对这些力进行分解了 那你想一下 这个物体一共会受到几个力 首先它一定会受到重力 然后还会受到支持力 对不对 是不是还会受到摩擦力 然后它静止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大概画一下 重力是这样的 支持力是不是要垂直接触面 指向受理物体 摩擦力是不是要沿着斜面的方向 大家注意摩擦力的方向 是不是都沿着接触面的方向 或者说是沿着切线方向 对不对 为什么 摩擦力是不是相当于搓 然后有一个词不叫切搓吗 所以它就要沿切线方向 所以能记住这是F 这是大D 那么你能不能看出来 这些力里面哪些力是沿着X轴或者是Y轴的 是不是 小F和N都是沿XY的 哪个力不沿着XY 是不是就是大G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大G分解一下 那么大家现在告诉我 大G的X分量是多少 能瞬间看出来是多少吗 是 假如它平衡它是小F是小F是吧 假如它不平衡呢 谁告诉你它必须平衡了 如果它不平衡是不是不等于小F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这个水平分量是多少 沿X方向分量不是水平分量 X方向分量 等于大G乘以Sin 这Sin 这Sin 这怎么看出来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角是C的角啊 对不对 两锐角 两边对应垂直 两锐角相等 这个定理还记得住吧 然后这个角是C的角之后 说明它这个方向的这个分量 也就是这个分量 是吧 应该是G乘以Sin 那么它的GY呢 是不是就负的G乘以Cosin 这个负号哪来的 是不是指向Y轴的负方向呢 因为指向Y轴的负方向 所以叫负的G乘以Cosin 那么这样力的这个分解 是不是现在大家就已经会了 咱们来看几道力题 迅速的来练一下 是吧 比如说我们的力题11 力题12 力题13 迅速做一下 给大家十分钟时间 迅速把这三道力题做出来 找好什么方向是S方向 什么方向Y方向 然后把力分解 分解之后 然后去研究 我们先来看一下力题11 大家都做出来吧 正确答案是多少 2B和4D吧 没看出来2B吗 这个题咱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做 按照我们学的这个正统的正交分解的方法的话 就是要先建立好一个XOY的作息 然后你说这个地方我要研究谁为研究对象 是不是就研究中间的那个O点 你看O点是不是有三根绳子拉着这个O点 是不是三根绳子是不是应该有三个力 那这三个力分别是TATB和大G 是不是TATB和大G 然后大家能看出什么 我列好了这个之后 是不是能发现只有TB是需要分解的 那么把TB就分解成了一个水平分量和数值分量 是不是能看到水平分量应该是TB乘以3C的 数值分量是不是TB乘以3C的 然后这样对水平方向和数值方向分别列平衡 是不是就得到一个二元一次方根组 是不是就能解到TA和TB的大小 是不是就2B和4D的时候都是对的呀 然后这题当然方法特别多是不是 等一会的话我还用其他方法来把这题重新做一遍 但是现在需要你们做的是什么 大家就仔细琢磨这个力的分解的这个正交分解这个套路 一定要把这个方法练熟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方法好吧 我们再继续看立题12和13 立题12和立题13描述的是不是都是同一个东西 只不过是F的方向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同样去列方程 如果把这两个题都列到一起 是不是也可以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首先画好了X和Y轴之后 Y 画好X和Y轴之后 发现只有F是不平行于轴的 是不是只有把F分解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水平方向我就可以列出什么 你的摩擦力是不是就是μn 摩擦力都是μn都是水平向左的对不对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F乘以C的对吧 而Y方向呢 Y方向呢 Y方向是不是都是数值这个的话 你看到是应该什么 数值向上的列有哪些列 是不是就是n加上F算计的 是不是等于数值向下的列是大G啊 对于第一个图是不是这样的 而对于第二个图这个是不是减号啊 所以只有这个地方换成一个减号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这两个这两个方程我们列出来之后 你看哪一个是我们本题 说最后求解不需要的量 是不是n是不需要啊 所以我们只要消去n 是不是就能得到结果 于是是不是就得到了那个摩擦力 分别是u乘以括号 d减去或者是加上F乘以3C的 是不是应该等这么一个结果 对于第一个这个正号所对应的解 应该是减号的解 对于这个负号所对应的解 是不是就是这个加号的解 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正统的 正交分解的方法得到的这个结果 那么大家现在这个正交分解的方法练会了吧 然后啊这些是不是大家说到底 这些是不是全都属于是我们要讲的平衡问题 大家想啊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 刚才练的这几个立体 是不是也通通都属于是平衡问题 那么关于平衡问题的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就稍微的给大家多讲一些啊 那么这个力的平衡问题 其实在高中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练到很多的有关于力啊 有关于这个分解啊 合成啊这些方面的东西 那么这个平衡的话 大家想一下 它是不是针对运动来说的 是不是和运动相对应的 是吧 和运动是对立的 它不运动了 然后处在静止的那个稳定状态 是不是我们把它叫做平衡 但是运动 我们是把运动分成了两种 一种叫做平动 一种叫做转动 还记得吗 运动既然分了两种的话 平衡是不是也相应的 会分成这么两类平衡 一类是平动平衡 一类是转动平衡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告诉大家 转动平衡领域 因为需要用到一个关于力矩的知识 我们在高中阶段 先暂时跳过 我们不太讲了 但是你需要知道 这个力矩平衡 其实就是杠杆平衡的意思 能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平时所说的平衡 都是指平动的平衡 都是指平动平衡 那接下来再继续来说 我们这个平衡问题 我们都研究哪些情况 我们研究二例平衡 这个是不是我们初中研究 特别透彻啊 说大家都要背 什么二例平衡所要满足的 什么力的要等大反向 是不是 等大反向嘛 二例平衡 是不是等大反向还要贡献 是吧 还有其他要求吗 是不是没有了 作用在同一物体上 显示意见的 都在不同物体上 那没法平衡 然后我们再继续说 二例平衡 咱们主要的要记住的是 它要和那种 作用力反作用力 是要有一定区别的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高中研究的 其实主要是三例的平衡 而且这三例 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呢 研究的是不平行的三个例 因为如果三例平行的话 是不是 它们都在一个方向上 是不是就和二例平衡没有区别 是吧 所以我们只研究不平行的这种情况 这样看起来还复杂一点 不平行 它们是不是就会共点啊 所谓共点是指什么 是指力的作用线共点 这个地方我们所说的三个共点力 是指这三个力的作用线交于某一点 或者某三点 对不对 我随便画三条线 是不是有可能有两点 那如果这样呢 是不是就有三点 对吧 我既然都已经说了它们不平行 是不是它们必然交于三点或者是一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研究三例平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既要研究它们的方向 也要研究它们的大小关系 那么研究它们方向的过程中 我们会用到力的基本性质 比如说重力是数值向下的 比如说支持力是垂直的 比如说摩擦力是不是平行的 摩擦力是平行的于接触面 这些是不是都属于叫做力的基本性质 那方向的判断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技巧 可能是咱们平时在其他的地方有可能会见不到的 那这个叫做三例必供点 这三个例的作用线必然要通过同一个点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同一个点呢 假如说这两个例通过某一个点了 你这个例如果不和那个供点的话 你反正你要平衡 你是不是得和那两个例的合力要等大反向 你等大反向不供点 是不是违反二例平衡的供点的那个说法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是必须得供点 所以三个例必须供点 如果不供点的话 物体会发生转动 三例必供点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比较诡异的习就可以瞬间解出来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大家看啊 现在有一个杆AB 注意我的描述啊 轻杆AB是没质量 它在A端通过脚链固定在竖直墙面上 什么叫做脚链啊 脚链就是 它可以在这来回这么滑动 就是可以在上下这么动 但是它这个来回动不会受到任何的阻力 能理解吧 但是它还掉不下去 它还被固定在那个地方 能理解这意思吧 这就叫做脚链 然后脚链固定在A这个地方 固定在A这个地方之后呢 在AB的终点处 我挂一个重物MD 在A的AB的终点处挂一个重物MD 然后在D端用一根绳子 以30度角拉住了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钉死在墙面上 钉死在墙上 这根绳子是绷紧的 与杆之间夹角为30度 那么大家现在仔细来看一下这个题啊 然后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墙会对杆 是不是会有一个作用力啊 这个力F的方向是什么 F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问的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一个拉力啊 F和T的大小是 F和T的大小是什么 这两个东西大家都要琢磨一下 是吧 现在先给大家一分钟时间 好好想一下啊 AD是水平的 AD是通过脚链固定了之后 然后AD在此时此刻是水平的 然后绳子是以30度角固定在这个地方呢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MG固定在它的这个终点处 MG是在这个轻杆的终点处 大家先判断 通过A点的强对杆的作用力的方向是什么方向 MG